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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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新年无限循环起来 龚俊新歌恭喜发财 你们都听了几遍了 你们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龚俊的 我先从盛世的下要开始 不瞒大家说 真的是始于言之 因为温客行这个角色大火之后 相信大家对他已经不陌生了 毕竟已经是17.5线的较知名艺人了 曝光量是足足的 龚俊参加各种盛典和活动 基本上都是西装革履的样子 在综艺节目里就是私服的休闲风 这么一看 好像很少看到他运动风格的样子呢 所以 运动风这不就来了吗 黑色和黄色相间的棒球服搭配黑色短裤 真的又贵又匹 真的是天生的衣架子 这头身比例真的绝绝子 粉丝们看了这样的骏子都不淡定了 他本来就很好看 再加上粉丝滤镜 真的得夸上天了这一波 那就来看看不淡定的粉丝们的夸赞吧 会夸类型 龚俊的腿真的是筷子腿 从宽大的裤腿出来 真就像一对在筷子桶里的筷子 又细又长又直 色色类型 这感叹号是真的很激动了 只看到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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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的腿 好细 好喜欢 腿 让我抱住狂亲 腿哟 我宝贝的腿 我宝贝的腿 有关注腿的自然 有关注脸的 比如 我爱的一些对脸拍 龚俊太抗镜头了 我老公好帅 龚俊颜值天花板 YYDS 哈哈哈哈 大家这事都喜欢惨脸吧 俊俊子果然是蛊惑人心第一名 颜值高 演技好 人格魅力还贼大 这样的男孩子谁不爱呢 你们喜欢运动风的俊俊子吗